和20多条蛇同住15年 是什么体验 难道就不怕蛇伤害自己吗 相信大部分人家里进蛇后 第一想法就是赶快把蛇弄出去 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蛇有没有毒 万一有毒 咬上自己一口 岂不是小命不保 一开始的时候 刘玉萍也是这么想的 任凭谁家里进了一条蛇 心里都会害怕 就在昨天 他发现自己家里 居然有一条长达一米的菜花蛇 看到蛇的刘玉萍 立马将蛇赶了出去 想着都已经把蛇赶出去了 可应该就没有回来的意思了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条蛇并不走寻常路 第二天不仅回来了 还带了另一条蛇 毫无顾忌地将刘玉萍家 当成了自己的巢鞋 这样刘玉萍也没有了办法 毕竟两条蛇也没有攻击自己的意图 只是单纯地住在自己家里 这次刘玉萍并没有选择驱赶 而是打算观察几天再说 可任凭谁 也不敢和两条蛇住在一个屋子里 晚上睡觉的时候 刘玉萍总是感觉自己床边 有蛇移动的声音 就要这样 提心吊胆地过了几天后 刘玉萍发现这两条蛇 确实没有想要伤害自己的意思 便决定不敢走它们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刘玉萍和两条蛇 也渐渐熟悉了彼此的存在 回到家的时候 刘玉萍也总是先寻找两条蛇的身影 刘玉萍有一个养蜂场 蜜蜂产下的蜂蜜十分香甜 在这种情况下 蜂蜜吸引了很多老鼠来到刘玉萍家里 原本刘玉萍拿这些老鼠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蛇来了之后 老鼠的问题立马就被解决了 刘玉萍心想 自己曾经无心之中所做的善举 居然还有这种回报 刘玉萍是越看这两条蛇越顺眼 再也没有了赶它们走的心思 可令它没想到的是 这些蛇竟然真的把其他的蛇 也带到它家里了 农夫竟与蛇同住15年 难道它就不怕被蛇咬死吗 自从知道住在家里的蛇会吃老鼠后 刘玉萍也不再恐制着两条蛇 可令她没想到的是 家里的两条蛇 似乎是把自己家里有食物的消息 告诉了其他的蛇 这一天 刘玉萍发现 自己家里竟然又多了两条蛇 在之后的时间里 刘玉萍家的蛇越来越多 这些蛇 都是原本的两条蛇带过来的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刘玉萍家里的蛇 就从以前的两条 增加到了20多条 这可把刘玉萍吓了一跳 本来刚习惯了家里有两条蛇 这下 直接变成了20多条 万一其中 有一条毒蛇 自己的小命也就不保了 于是 刘玉萍将这些蛇 都赶到自家客厅里 并且观察了它们几天 发现 这些蛇和之前的两条蛇一样 都没有攻击人的意思 只是专注吃家里的老鼠 这下 刘玉萍 确定放下心来 她想着 反正这些蛇也不攻击人 还能帮助自己 清理老鼠 就将它们 全都留下来算了 就这样 刘玉萍 开始了和20条蛇同住的生活 渐渐的 这些蛇 好像也把刘玉萍这里 当成了交配产卵的地方 越来越多的小蛇 在刘玉萍这里出生 对于刘玉萍养蛇这件事 邻居们一开始 也颇有怨言 害怕刘玉萍 一个没看好 这些蛇 就跑到自己家里 对于这种情况 刘玉萍表示 这世纪年来 这些蛇都很乖 从来不乱跑 只是乖乖地 待在自己家里 等到春天的时候 大蛇 就会带着小蛇 去森林中寻找食物 和平时的蛇一样 等到秋天和冬天的时候 这些蛇 就会选择回到刘玉萍家里 在这里 经过漫长的冬季 刘玉萍表示 这些蛇 在自己心中 早就不是动物这么简单了 而是像自己的老朋友一样 而除了刘玉萍外 在黑龙江的一户人家中 也有一个农妇 和蛇 同住12年 农妇好心 将受伤蛇 带回家中治疗 等到蛇恢复健康后 就将其放归野外 谁知道 被放生的蛇 竟然又偷偷跑了回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王贵珍 只是黑龙江的一位普通农户 这天 他在去田里干农活的路上 发现一个人 正在捉蛇拿去卖 看到这个场景后 王贵珍 突然动了恻隐之心 花20块钱 从捕蛇人手中 买下了这条蛇 原本打算买下来之后 王贵珍 找个合适的地方 就将它放生了 这个时候 他突然发现 这条蛇 受了很严重的伤 同时 这条蛇的体型也很小 应该是一条幼年蛇 带着如此严重的伤 即使是将它放回了野外 估计也存活不了多久 于是 王贵珍想着 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 就这样 王贵珍 将蛇 带回自己家中 不过 王贵珍了解丈夫 十分怕蛇 他就偷偷地 将蛇 放在隐蔽的地方 每天给蛇喂肉 希望这条蛇 能早点好起来 自己也好将它放生 就在王贵珍新鲜照料下 这条蛇 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这天 他带着蛇出去 打算将蛇放生 可这条蛇 就好像一个根屁虫一样 一步一驱地 跟在王贵珍后面 死活不往森林里走 没办法 王贵珍 只能将蛇 又带回了家中 他找到专门养蛇的人询问 为什么蛇 就是不肯走 对方表现 应该是蛇 已经熟悉了王贵珍的味道 听到这话 王贵珍也发现 其实 自己也不舍得放生这条蛇了 养的时间越长 感情就越深 之后的时间里 王贵珍 救了越来越多的蛇 家里有蛇的事情 也被丈夫发现了 丈夫虽然怕蛇 但更怕蛇 伤害村子里的其他人 于是 丈夫和王贵珍 在观察了几天后 发现这些蛇 并没有攻击人的意思 反而和王贵珍 还十分的亲密 一开始 丈夫还很抗拒 但看到妻子 十分喜爱这些蛇后 便也开始尝试着 接触这些动物 慢慢的 心里也就不害怕了 自此 夫妻俩 便开始一起养蛇救蛇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